三十分钟 请陈院长 蔡委员你好 NCC委员陈元凌就職三个月閃电请辞 你们行政院周周有爆点 这个是这一周的爆点吗 他为什么请辞 跟蔡委员报告 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 陈委员就提出来这个事情 因为他因为个人和家庭的因素 他跟石主任委员请辞 石主任委员跟他再三的慧留 跟他再三的肯谈 他辞意很坚定 我们认为内情不单纯 事有蹊跷 内情其实就是他所讲 南道院长你不用负责吗 南道院长你不用负责吗 当时为了陈元凌 社会上有那么多资源的浪费 立法院发生那么多的疾变、争辩 同时延宕NCC的投票作业 就是为了陈元凌 当时陈院长坚持 行政院绝不撤换 不换人 今天陈元凌 三个月闪电请辞 院长你难道不应该道歉吗 我想跟蔡委员报告 其实当时来讲 陈元凌小姐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很有能力的一位女士 她只要看她过去任职的外商企业 她只有一张简历而已 单单一张简历而已 但是我们告诉你 她是一个私募基金创投的老板娘 NCC是主管电信传播的产业 那这个私募基金的老板娘 跟这个NCC的委员 没有利益上的冲突吗 难道不用利益回避吗 我们做了那么多的 我们看她所有的过去的资料 并没有利益冲突 但她过去的业界的服务 都是一流的企业 都是国外一流的企业 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且她的老公 在英特格投资公司 这个显然是有入资 这个显然是在中国私募的资金 我们很难说显然 因为我们要看说有没有证据 到底有没有 那现在你已经签了她的辞呈 显然她只任职 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嘛 那你难道不用为 当时造成的资源的浪费 造成那么多的辩论 延荡了NCC的提名 难道院长你没有责任说 一声抱劝吗 我感到非常惋惜 一个能力这么好的一个女士 她要离开公务界 我觉得非常惋惜 至于当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纠纷 只要大家对她的经历有点误解 就有点误解 哪里有误解 譬如我举个例子来讲 私募基金的老板娘 本来就不适合 不适任这个NCC的委员嘛 当时我们那么明确的告诉你 她过去在传播界服务 成绩非常好 她是Discovery Channel在台湾的总经理 做了五年 当时我们质疑说她是有为了某种任务而来 或者是她为了她的夫婿或许有任何的并购生意上的任务而来 我们当时有这样质疑过 事实证明没有 那她现在请辞 事实证明没有 是未报还是没有 那是她已经完成任务了呢 还是她抢了红线 那为什么她要三个月要请辞 当时不计毁力 硬着头皮 就是要投票 要当NCC委员 那三个月就辞掉 我们认为事有蹊跷 这个一定有原因 所以院长啊 这个会不会是另一个爆点 我想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不出有任何这种状况 NCC也没有任何有私募基因投资的案件 即使有的话 按照公职员职权冲突回避法的话 她也应该回避 可是事实上是没有了 所以事实上是没有 我想这个应该不是任何职务冲突 或厉害冲突的案子 如果不是你私人不明 就是你不了解状况 或者是你刻意的 袒护啊 让他去当NCC 那倒不是 因为我们需要找一个业界经验的人 因为常细以来 NCC都没有有业界经验的人 那我们希望找一个有业界经验的 那刚好他是Discovery Channel 就是这个探索频道 在台湾总经营当过五年 那当他有这方面经验 这很好 而他刚好现在也不在业界 就没有跟业界冲突的问题 那表示 你当时没有深入的了解他吗 如果不是你私人不明 难道会造成今天不到三个月 就辞掉一个NCC的委员吗 我要承认一点 我是跟他谈过两三次 我觉得他的能力是很够的 专业知识有 如果你当时听从 我们立法院民进党团的建议 把他换下来 会有今天的结果吗 所以我们认为内情是不单纯 我希望 陈恩宁不是下一个行政院的暴定 我觉得他 会辞职一定有内情 而且显然是一个不单纯的内情 那我希望院长 你要对这个事件 当时苦口婆心的欠你 当时我们立法院 举出那么多的势力 他不试任NCC的委员 当初讲的势力都不正确 执意不听 还交代当时的林毅市秘书长 作证立法院强行表决 那你也看到那个票数 距离不同意的票数那么接近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 那他现在已经辞掉这个职务 我觉得院长你是应该要道歉 他这个争议是大家讲出来的 其实大家对他经历的挑战 其实那些经历都是 确确实实的经历 我们希望他不是已经完成了 他的任务而辞掉 我们也不希望他是 踩了什么样的红线 制造了哪个未爆弹 而辞掉 我们希望行政院 要清清楚楚 坦白透明的告诉我们 他为什么要辞 而且院长 你应该为这次的提名不当 你应该要有责任 你应该要谨记 这次的错误 这次的提名错误 你接受吗 我不认为这是错误 你还不认为这个提名是错误 我不认为这是错误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 非常有能力 只是说他没有办法留着公务体系 我觉得非常惋惜 那你浪费了我们当时立法院 那么多的委员苦口婆心的提供意见 N旦NCC的提名投票 这些都是为了成年领导引起 难道院长你没有一点点道歉吗 你难道不愿意道歉吗 不愿意为了这个错误的提名道歉吗 我刚说明过 他这个提名不是错误的 他本身是个很优秀的一个候选人 好 你不道歉就算了 另外我再请问你 我们立法院民进党团今天提出要求 就是 吴院跟总统府所谓的特质会的部分 能够减半 能够共体时间 也就是说现在经济那么不景气 民怨冲天 经济萧条民不聊生 很多人赚不到钱 整个产业也非常艰苦的在苦撑 总统的民调只剩下13% 院长你总剩下18%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老实说 如果 院长 跟五院 跟总统府 能就特别费的部分 减半支出的话 我认为 老实说 这个不是惩罚 如果特别费减半支出 不是惩罚 这个你如果愿意主动这样做 反而是一种美德 为什么是一个美德呢? 因为这是态度问题 你如果愿意在特别会减半 它代表的是我们执政的一种谦卑 反省 当然也有一点点自责 因为你是主政者 你没有把经济弄好 也有一点点自责 同时 它其实也有苦民所苦 以民同在这样的决心 那特别费 你的特别费那么多 十万零五百五十块 如果你减半之后 你仍然还有五万两千七百五十块 那总统府的国务基押会 总统的国务基押会 如果减半的话 他仍然有两千万 你的副院长 如果减半的话 他还有两万九千五百块 老实说在那么痛苦 在民众那么明念 那么高的时候 痛苦指数那么高 我们如果能够就特别费 来减半的话 你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喝彩 至少人民认为 我们的政府有在反省 有在努力 你愿意吗 我想蔡委员跟他指教的非常正确 我给你报告两点 第一点 这个特别费没有一毛钱 是用在自己身上 没有一点私人用途 全部用在行政院内 对同仁的奖励 或者协助同仁办的某些活动用的 那你就不能奖励一半就好吗 对对 我后面给你报告 所以第二点 我们就必须要看看 每一个费用的支出 它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性 那需要量也代表多少 我们可以重新评估一下 但最后我要报告一点 特别费本身不是我个人的事情 是因为说它的一个副表里面 所有政府机关的 包括五院的 这些人都都在里面 只要行政院带头做棋 我认为其他三四个人都会跟进 我个人说 如果说减半 我都没有问题 你愿意减半吗 我没有问题 你没有问题 我个人没有问题 我告诉你 陈院长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五院一起愿意减半的话 就特别会而已 还有总统府的国务基要会 可以减半的话 还有你的行政基要会 有九百万 你如果愿意减半的话 这些都不是施政的必需 那不叫行政基要费 如果这些都会减半的话 那是业务联系费 我也跟你报告 也没有一文钱用在自己身上 每一次比如说我到中南部去 这个不是必要行政会 不是必要行政会 那就是业务联系费 如果陈院长愿意这些检判的话 我们一年可以节省六千万 当现在立法院都自己刮了福祉 我怎么可能省了六千万 都省了六千万 全部啦 包括部位首长的特别会 部长有五万三千块的特别会 如果把它变成两万六千五 也是可以啊 特别会可花也可不花 也可以节省的花 如果这些通通能减半的话 那我们可以节省六千万 我跟蔡伟的报告 我们可以把我们用的用途 很老实的跟各位报告 我们来检验一下它的必要性 我来告诉陈院长 全世界各个国家你看一下 全世界各个国家 包括意大利的总统 他一上任之后 意大利的总理 他上任之后叫蒙蒂 他自己不领半毛钱的薪水 意大利的总统 我们的亚洲四小龙 各位可以看到南韓的李明博总统 他不知心 他还把财产捐出来 他认了他的这个 747是不是 没有达成 他就不知心 另外 新加坡的李显龙 他自己减了薪水36% 法国的奥兰德 他减了30% 日本的野田佳燕 他自己减少30% 连阿尔兰的总理肯尼 都减少50% 连那个法国 非洲的马拉威 他们都自己减薪减了30% 全世界各国的领袖 他们自动减薪 为了是什么 为了是要应付欧债 为了应付他们的经济不景气 他们认为减薪 可以让民众感觉到 政府有谦卑的 有愿意以民同苦 有愿意苦民所苦 这一些领袖们 他们自己的反省 都赢得了他们国内人民的尊敬 我们今天 台湾的状况有比这些国家好很多吗 我们有比新加坡好吗 我们有比南韩好吗 难道我们的院长 还有我们坐在总统府的那个马先生 他无感吗 真的无感吗 那即使无感 我刚刚已经讲过 当立法院砍了你们的特别会一半的时候 那个 就不是美德啦 如果我们今天 行政院长带着各部会的首长 不是砍你的薪水 是砍你的特别会 说希望你们自动 我们就减半 我们自动 把特别会使用一半就好 不用立法院来删我们 我们自己自行 谦卑的面对民众 我们现在国家那么困难 经济那么不景气 我院长愿意自动做起 拜头做起 我认为这个是美德 我认为院长你会得到人民的掌声 至少你的民调会往上升 你愿意吗 跟蔡元人报告 其实你刚刚记得每个国家 其实都有它的背景 那我就一一说明 如果蔡元人更有什么必要 我可以跟你一一报告 那目前我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第二个就是说 我个人这个 这个部分 我刚刚已经说过 我个人部分我完全没有问题 但我要考虑 那个副表 是针对所有单位的 不是只有行政院所有相關部會 也牽涉到其他院 包括立法院、檢察院、考試院全部在裡面 那我現在就請院長縮小範圍 就你的行政院 我們所有的部會所長 包括你的秘書長、你的發言人 連你的發言人 一年都三十萬的 不只喔 連你的發言人 每一個月都有兩萬九千塊 三萬塊的特別費 如果你願意把這些特別費 可用多一點、可用少一點 也可以節省用 你把特別費都省下一半的話 由行政院做起,你願意嗎 蔡委員報告 你發言人來講 他也要帶將近一百個人 在他那個辦公室裡面 大家一起來打拚 那他鼓勵這些同仁 他總是要有一些手段給他 這個是特別費 特別費就是要做這個用途 他減半之後 他仍然還有一萬五千塊的特別費 難道還不夠嗎 省一點花不行嗎 省一點花不行嗎 他再加近一百個人 院長,我就告訴你 如果有一天 是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被立法院砍掉的話 那不是 那不是連誠意都沒有 行政的誠意都沒有 我會針對說 我現在目前特別費裡面的戲目 他的必要性 以及他的量 我會來做做一個斟酌 你為什麼不乾脆 很爽快了 就在你答應說 好,我們今年共體時間 我們把特別費節省一半下來 從數據去看 希望我做每件事都從數據去看 我先求求他合理性 難道你那些 政務委員 每一個月也領了兩萬九千塊的特別費 難道減一半 他們就生活不下去了嗎 各國的領袖都可以半提 減薪共體時間 我們的院長在這裡跟我斤斤計較你的特別費 你不覺得我們兩個在辯論這個毫無意義嗎 你怎麼不就一口就爽朗地答應說 好,我行政院裡面的政務官這些部會所長的特別費 我們就減半自出 你看,如果你今天帶頭這麼做 有些事情我可以把他講 譬如那天說,車輛要不要太壞 我馬上就決定說我們車輛不換 我們繼續開下去 有些事情我可以馬上決定 因為不會只影響我一個人 不會影響其他人的 那如果說影響其他人的 我要仔細去分析一下 這一點我非常抱歉 能省則省 我了解 我今天早上聽到你在幫馬英九辯護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實在是很悲哀 馬總統這個是為善 為什麼叫為善呢 人家說的是捐薪 你說的是捐款 捐薪水跟捐款是不一樣的 你知不知道 你答應人家是捐薪水 這個是誠心問題 對不對 你說的是捐款 我告訴你 這七千多萬 很多都是他的選舉 選票的補助金 吞也吞不下去 不如把他轉給他的基金 捐給他的基金 很多是用國務基礙會去捐錢 這個是偽善 這哪是美德 如果你用自己的錢 定期的去捐給這些弱勢團體 公益團體 那個才是道德 才是美德 你用國家的錢 去做善事 你用你那個選舉 選票的補助的錢 反正你也拿不回去 那乾脆就把他捐了 然後在公民釣魚說 我做了好多善事 我捐了好多錢 然後承諾我要捐薪水不捐 你還有什麼好替他辯護的 你直接就跟他講 總統人家講的是捐薪水 不是捐款 捐薪捐款不一樣 院長 謝謝蔡委員指教 我早上只是把他講的話 你不用替他辯護 重新敘述一遍 你如果替他辯護 你會替他死殺趴死 涉及我的事情 我都沒有問題 比如說我剛剛講 購車的問題 我一聽到大家覺得 可以購車的事情 我瞭解 我馬上去找副院長和秘書長 三個人決定 三個車都不要換 因為影響面有限 院長你真的是沒有什麼政治的敏感度 沒有問題 你真的沒有什麼政治的敏感度 沒有政治現實 老實說 這個議題 你的特別會 未來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一定會成為立法院工訪的一個議題 三預算的議題 你何不現在爽快的 就告訴全國的民眾 行政院跟人民站在一起 共體時間 不是要你的年終獎金 不是要你的薪水減少 只是要你的特別會少花一點 全世界很多國家首長沒有特別會 人家沒有特別會 特製會 人家也在當總理 也在當總統 那我們只要求你減半支出 你就做不到 我認為 應該要這麼做 你看 看看別人 想想我們自己 我相信這些部長大家都不會在意說 特別會減半 去支出 他們都不是靠這個特別會 在過火的人 不是說沒有這個特別會 他們就活不下去 就沒有飯吃 不是啦 我了解不是 你去問一下你們的部長 但我一定要評估一下 你去問一下你們的部長 看院長 看有哪一個人說不願意 你去問 每一個都會願意 阿會齁 要插頭情 香 要插頭香 你不要等立法院到時候把這個議題 搞得全民憤怒的時候 院長才來說 好 我們來減一半 不客氣了 不客氣了 生意不客氣了 對整個政府團隊跟人民之間的信賴 一點幫助都沒有 如果你現在能答應的話 由你主動做起 到時這個議題 反而變成民眾稱頌 行政院院長陳聰 有苦民所苦 有一民同在 的那種決心 要不要 最後一次機會 要不要 我剛才有說 我會去評估這個事情 因為這不是我個人的事 我個人的事 我那天也講過 我一毛錢都不要都可以 不是我個人的事 你可以代表行政院 你只代表你的行政院 你不要管檢查案考試院 蔡文哲要看上去處理 用車的事情 兩三個人的事情 我馬上就決定了 就是我們不要換車了 馬上就決定 但是就是影響到跨院的事情 特別會減半 不是你的薪水 不是你的年總獎監 只有特別會減半 我知道 蔡委員的好意我非常了解 我也非常感謝 立法院你看多少的立法委員 他們為了砍掉86萬 他們也是為了社會觀感 為了共體時間 他們也忍受下來 很多的立委在選區裡面有很多服務處 他們每天要東奔西跑 各位你已經看到很多立委有意見 但是為了共體時間 為了跟人民 站在一起 為了減少支出浪費 立法院也願意 刮自己的福祉 但是到現在為止 行政院沒有任何一點誠意說 要這個 共體時間那種 那種誠意出來 完全沒有 那我今天是給你一個機會 那你不要就算了 你不要就算了 告訴你 連國民黨都想砍你們的特別會 到時候被立法院砍了 那院長 你覺得這樣子 對你的行政院不是一個傷害嗎 到時候人家拿起來看 那個院長你看 光特別會就十幾萬 光特別會就十幾萬 難道少花一半 政務不能推動了嗎 我不相信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要不要 即使是立法院在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也經過一再的評估 那你就準備開始 進行你的特別會的捍衛戰 不是不是 不是我的特別會 跟你的部長們 捍衛你的特別會 不是我的特別會 我老老講過了 我自己一毛錢沒有都沒有關係 不要就算了 我老老報告過了 對不對 不要就算了 我現在進行下個議題的質詢 這個是爐山 爐山溫泉 爐山溫泉在縣政府5月1號 宣布啊 宣布啊 這個封閉 關閉 爐山溫泉之後 從莫拉克颱風開始 巴巴風沾 他還是災區之一耶 總統選舉之前 我們的副總統 就是當時的行政院院長 答應了人家 要簽村 要簽到埔里的福興溫泉區裡面去 對 這個你都知道 我知道 那現在 近百家的業者 合法的 可以領到補償會 不合法的 我們剛才有答應人家 要用救濟金的方式 減半救濟金 都答應人家 這個我要說明一下 合法的沒有問題 現在就是不合法的部分 要怎麼處理 不合法就是救濟啊 沒有法律 莫拉克重建條例裡面 第20條寫得很清楚啊 只要在公有地上面 他有建築物 有居住的事實 就可以用救濟金的方式 去補償他啊 這個法律很清楚 怎麼沒有法律呢 法律上 就是他不合 沒有辦法符合那個法律的規定 這我有請莫拉克委員會 特別去研究 那現在怎麼辦 當時在那邊信誓旦旦 還跟人家拍胸脯 保證投給馬英九 這個馬上就會解決 票投啦 當選啦 現在去找 吳前行政院長 吳副總統 他說啊我現在 副副總統沒有行政權 叫我去找陳聰 這些災民 現在在那邊 一窟無淚 叫天天不淫 叫地地不淫 我們是這樣對待我們的災民的嗎 院長 有人大贏呢 總共只有二十億呢 不用很多 總共只有二十億 不會超過二十億 李鴻炎部長告訴我說 只要十七億多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難道法律是問題嗎 你的莫拉克重建基金裡面 還有很多錢 八八豐災裡面還有錢啊 為什麼你要讓這個一百戶的災民 在那邊 在那邊實在是 一哭無淚 一死不能 院長 你要怎麼幫我們 蔡委員非常清楚 第一 他不是合法的建物 那如果非法建物 為了他的安全 我們找一個地方給他遷移 至於說要救濟金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說 第一看憲政府有沒有辦法 憲政府就是沒有錢啊 憲政府不要說二十億 憲政府就是兩千萬也沒有錢 那一樣 莫拉克那邊現在也沒有錢啊 但是我們可以想辦法 如果是合法有法據的話 怎麼想辦法 都要找出來 如果全部都不合法的話 我告訴院長 你說他不合法 是因為在地幕上 他沒有辦法取得 合法的建造跟使用執照 這個有歷史因素 這個幾十年來有歷史因素 但是 他們的營業稅 他們的房屋稅 沒有一毛錢掃繳過 也就是說 這幾十年來 這些災民 他們的飯店 他們的民宿 他們的房子 都有繳稅 每一毛錢的稅 都沒有掃繳 同時他們也有開發票 這個等於是政府 早就默認 廬山汶泉區的存在 同時因為 他地幕上是原住民保留地也很多 所以沒有辦法取得執照 同時當時 整個測量圖啊 有問題 所以造成他們沒有辦法拿到執照 這個不是災民的錯誤 他們有的人在那邊 不是一兩年內 他們有的是沒有中華民國政府的時候 他們的祖先就在那裡啦 裡面其中還有很多是原住民啊 我們難道不應該幫他嗎 院長 我們要不要幫他們 這個案子 我也一再請各項單位去尋找法據 那這個案子我們還沒有 目前為止 還在請各項單位再繼續研究 看有沒有法據 我盡量希望找到一個法據 能夠讓所有的工作同仁 都不會有心理負擔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我們 幫助一些 憲政府為了 有問題的這些民眾齁 我們大家都很願意 但總要找出法據出來 憲政府齁 怕說未來又有颱風 又有好雨來 在五月初啊 就搶著把他封閉到這個溫泉區 現在已經封閉了 封閉了之後 這些人 如果放棄了 那以後怎麼辦 如果不放棄了 又因為被封閉 又已經被封閉 又已經被封閉為 不是溫泉區了 沒有人敢去 做了不做 然後每天都在開支 又沒什麼生意好做 你叫這些人怎麼死啊 我們要有苦民所苦 我們要站在民眾的立場 既然憲政府 已經跟他們都協調好了 都協調好了 也都見價過 這個有證照的 大概只有兩家到三家而已 就是有執照的才三家而已 百分之九十九都沒有執照 沒有執照他們有繳稅啊 而且莫拉克重建條例裡面 也同意說 只要有居住的事實 只要有房子 那就可以用救濟的方式 所以院長現在是有法言 不是沒有法言 如果有法據的話 老老這個事情處理掉了 就是因為法據不夠 那我也報告過 就是說這個事情 我們盡量還在找法據 想辦法解釋說 這個事情是可以做的 還在努力當中 我告訴院長 都沒有在努力 都沒有在努力 他就是要讓他 認他們自生自滅 最好就是房子趕快倒掉 人趕快跑出來 那政府都沒事情了 這千萬不能這樣做 我們政府是有信用的 我們當時選機前 有去當協調 叫人來開火 而且已經都見價了 而且特別的是告訴人家說 投給馬英九 投給吳敦 我想這不要把選舉連在一起 我們做這個事情 就是希望說 真的跟選舉連在一起 了解民眾的困難在哪裡 我們希望盡量來幫忙 跟選舉無關了 真的跟選舉有關係 因為當時我們的候選人叫吳敦毅先生 有去跟人家承諾 要投給這個國民黨 蔡委員那天如果在場 聽到的話 可能你不要了解 我沒有在場 你當然沒有在場 但是我就告訴你 現在這些民眾 一百多家 一百多戶的民眾 是運氣沖天 他們認為政府騙了他們 他們繳了那麼多歲 他們也曾經創造了 廬山溫泉的經濟 他們也曾經是 南投觀光的火車頭 他們曾經努力過 那我們今天政府 就一張紙 關閉了廬山溫泉區 就拍拍所了事了嗎 不可以這個樣子 廬山溫泉區的關閉 是因為安全理由 其實現在政府不去關閉 他們也應該把它停下來 他們都同意說 既然要關閉的話 他們同意 而且其實一半的補償 對他們只是 杯水車心而已 只是一點點而已 但是政府不能延老無信 好不好院長 我請你在努力的解決 我們現在還在努力當中 我請你在努力的解決好不好 那我一個要求 院長你常常都下鄉 你每個禮拜都下鄉 你能不能下鄉到廬山溫泉 看看我們那些災民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求你可不可以 這個是我們孫大山主委去過 然後理工業部長去過 你去好不好 你去好不好 我會做事到的安排 你去啦好不好 反正你都 我跟著法 我來找ığın 你來找吧 你去檢查過 我餘你來在你們 已經 有緣… änder他 我來找 booth 你有緣… 立足球 我 숙刀 你去 produk ner你 你 saute 這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